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段午后雷震雨小了之后 再出门也比较安全 先来看看目前的户外天气 外岛地区都在31到32度 天气晴了 台湾本岛部分台北市 现在目前云层开始增多 气温已经在33 刚刚在11点多 快接近12点的时候到34.6度 而中部地区33 南部33 到了东半部地区也在32度 温度形态说中午闷热 那我们来看什么 看看雷达了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的 就是目前的对流的云层发展 可以看到在台北的这边 靠近台北南边这边 有一个小撮云层发展起来 另外在桃园这边也有云层 包含石本水库 包含海边部分 再来就往新竹苗栗这边 山区也有云层发展 接着就会在阿里山这边也有云层 所以在下午时刻 会先对流云层 从山区的部分开始逐渐发起来 今天发展的午后雷震雨的 范围跟面积来说 会比昨天再更多一些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先注意到 太平洋高压减弱了 当高压减弱之后 我们在高压边缘 所以我们的午后雷震雨 就会开始逐渐地出现 南边这里是在高压南原部分 有个小的大低压区 这个低压区正在逐渐地 往吕松岛的方向移动 而这个低压区 它主要在礼拜四到礼拜五的时候 开始要接近吕松岛 礼拜六的时候就进到南海了 之后它到了南海 倒是会有机会 因为海温不够 风场上面来说 有机会发展一些 成为这个低压的可能性 那再来就会往香港方向走 或往海南岛方向走 对我们来说 这个系统是没有直接影响 但有一点间接影响 因为到了周秋的时候 上来的水汽就会使得 南台湾花东跟高屏地区 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南边的大低压区 明天开始进入到吕松岛 之后往南海方向走 所以我们到了礼拜六日 以后到下周一二 上来的水汽就会使得 我们云多有短暂雨 中部以北是偏向于午后阵 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明天的话 午后阵雨的状况 在北部地区反而会减少一些 那中部地区还是注意 山区有午后阵雨 南部地区仍然是炎热 下午三八后 东半部的局部短暂雨 在台东外岛地区天气 提醒您下午有午后阵雨 雨去行车要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